中假 最近天氣變冷了 好想來喝點熱湯 我也是耶 來台灣幾年了 還是不適應這種濕濕冷冷的天氣 我其實真的還蠻懷念東南亞那種 夏天的感覺 我也是 像現在台北這種又濕又冷的天氣 我還是不適應這種濕濕冷冷的天氣 我都想來點就是一碗家鄉的肉骨茶了 肉骨茶? 可是馬來西亞的人不是不吃豬肉嗎? 沒有,只要你不是回教徒或穆斯林的話 還是可以吃豬肉的 當然有些餐廳也會用雞肉來代替 然後馬來西亞的肉骨茶呢 是中藥味會比較重一點 然後新加坡的肉骨茶就是胡椒味比較重 但這兩種都很適合體內濕氣重的朋友喔 欸,那你知道肉骨茶的故事嗎? 肉骨茶的故事其實我不太清楚 好,那我來跟你說一下 馬來西亞最道地的肉骨茶是來自於巴生 一位名為李文帝先生 的華僑把福建的家鄉味加了中藥材 以及香料的豬肉排骨燉湯 在巴生的華人餐廳販賣 不僅大壽時刻歡迎甚至家喻戶曉 後來呢,肉骨茶就加上白飯跟油條 有人也當成早餐來吃 吃完呢就非常飽足又有精神 剛聽完肉骨茶的故事啊 我想起來Ramond在上週回國 他有帶一個巴生的肉骨茶回來給我 欸,那個巴生的肉骨茶很有名耶 那我們現在棚內呢,剛好也準備了材料 這麼冷的天氣也很適合煮那個肉骨茶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過去吧 好,我們現在歡迎回到我們的棚內現場 那我現在來介紹一下我們的食材 肉骨茶的用到的就是這個排骨 我們剛剛已經特別先汆燙過了 然後呢,這個是醬油 還有白胡椒粉 然後鹽巴 然後我右手邊這邊呢,有這個蔥白 蔥綠 然後蒜頭 蔥花 還有最後呢,是我們的金針菇 那我現在先把排骨放進去 欸,不好意思,我剛剛忘記介紹這個 我們的靈魂肉骨茶包 就是重點Ramond那個攝影師特地帶回來的 那它的那個材料我記得它成分裡面有 當歸,枸杞,胡椒,桂皮 什麼西洋生等等很多 就是一些中藥材 所以 就是沒有它就 這鍋就不行了 OK 那我現在要放進去喔 直接放進去 好,OK 壓一下 然後大家 我們現在肉骨茶 已經煮得差不多了 已經可以喝了 可以吃了 那我現在就請鍾佳來 跟我一起 我們要來try try看 試試看 因為我們沒有湯少 所以用這個碗來代替 好,等一下喔 多一下 我怕燙到我自己 等一下,我挖挖 算了一點 對不起 然後 我幫你弄 ちょっと待って 對 對 微微的 好像就好了 噔噔 噔噔 我們先喝喝看它的 湯頭如何 很燙 我喝了 我覺得很燙 然後它胡椒味非常的 重 然後那個肉骨茶包的味道也有跑出來 我覺得很好喝 你呢?你呢?你覺得怎麼樣? 我就覺得 因為我去過馬來西亞喝過肉骨茶 那我 真的覺得這個非常的道地啦 那個白胡椒的味道真的散發出來 這個不話可說 就是有下那個重本 對 而且現在在 這個環境 聞到那個味道 非常 溫暖 喝下去 身體都暖 冬天就很需要喝這個 而且白胡椒會讓你身體變熱 對對對 很棒 這邊我們剛剛喝過湯對不對 對 那我們現在來吃吃看它的排骨 好好好 肉骨茶嘛 排骨一定是重點 我們來試試看我們的排骨 我也有 我也有 嗯 這邊你覺得這個排骨的肉是怎樣 我覺得 因為剛好我算燙過了 所以它還算軟的 然後有胡椒的味道 混在裡面 我真的覺得 雖然我們剛剛其實沒有 算是煮很久 我們就大概煮一個小時 可是我是覺得這個湯包 它很厲害 它讓我們的排骨非常的入味 對 有重要的味道在 對 而且我們吃 因為我們有用醬油煮吧 加醬油 所以它味道其實不會很淡 對 而且它胡椒也很香 對 而且那個胡椒會把那個肉的 豬肉原本的腥味給消除掉 所以我真的覺得蠻好吃的 這個肉 對我現在也覺得 就是它就是非常的燙 可是它真的味道已經是可以 就是可以再吃 只是它現在太燙 好我們就剛已經喝了 也吃了那個排骨 我覺得肉骨茶其實沒有非常難準備 你只要有那個肉骨茶包 然後準備好排骨啊 那個蔥 然後醬油 胡椒粉 鹽 這樣就夠了 就在家裡其實只要 大概一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左右就可以煮好 我覺得其實非常方便 冬天就很適合 但是我覺得其實不用兩個小時 你看 只要去一下全聯買完 回來 就全部丟進去 好 一鍋好喝的 那個倒地的肉骨茶 好啦 如果要非常入味的話 可能兩杯小心比較好 對 一個都會小心 兩杯 兩杯 是 這次是 我們今天是 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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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是 中藥, 蒼陀 中藥, 蒼陀 中藥, 蒼陀 第三是 猪排骨, 蒼陀 猪排骨, 蒼陀 猪排骨, 蒼陀 第三是 猪排骨, 蒼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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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天气变较和晚上很舒服 天哪 日日日日日日日夜 会忘记得干凉是最高的 最近天气变较和晚上很舒服 最近天气变较和晚上很舒服 天哪 会忘记得干凉是最高的 第二 肉骨茶是去 Malaysia必吃的美食 Bakute là món bệnh phải ăn khi đi du lịch Malaysia Rau củ茶是去 Malaysia bị吃的美食 Bakute là món bệnh phải ăn khi đi du lịch Malaysia Rau củ茶是去 Malaysia bị吃的美食 Bakute là món bệnh phải ăn khi đi du lịch Malaysia Lấp học của Trung Giai hôm nay đến đây đã kết thúc Và cảm ơn các bạn đã đón xem Bakute là món bệnh phải ăn khi đi du lịch Bakute là món bệnh phải ăn khi đi du lịch Bakute là món bệnh phải ăn khi đi du lịch Bakute là món bệnh phải ăn khi đi du lịch Bakute là món bệnh phải ăn khi đi du lịch Bakute là món bệnh phải ăn khi đi du lịch Bakute là món bệnh phải ăn khi đi du lịch